科普,八纵八横高铁网未建成的20%主要是哪些路线? 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设计总规划约4.5万公里 根据国铁集团的数据,截至2024年9月,我国八纵八横主通道已建成约80% 另外还有15%再建,与5%没有开工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1.我国八纵八横主通道还未完成的线路 青银通道是中国八纵八横交通规划八横之一 即青岛至银川的高速铁路通道 途径省份包括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山东 主要节点城市包括青岛、济南、石家庄、太远、银川 其中隋德至银川段利用太中银铁路 这条铁路连接了华东、华北、西北地区 贯通山东半岛、京津济、太远、宁夏、炎黄等城市群 目前这条铁路还未完全建成 按照规划来看 还要等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千米的太随高铁开工后 还算是真正的建成 太随高速铁路起自太原、枢纽、杨曲、西站 经由山西省太原市和旅粮市后跨越黄河 在陕西省渝林市境内接入盐渝厄高铁隋德西站 全长296.33千米 目前太随高铁预可言带审查 可言编制同步推进中 有望2026年左右开工 京湖高速铁路是连接北京市与上海市的高速铁路 自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站 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7省市 沿途24个站连接华北、华东地区 贯通京津济、长三角等城市群 京湖高铁全长1318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 除了京湖高铁主线之外 其实还包括现在我们长江的京湖辅助通道 是一条途经北京、天津、东营、维坊、林乙、淮安、扬州、南通、上海的高速铁路 目前该段仅剩京湖高铁和上海至扬州段还未建设完成 位于东北地区的隋满通道 是途经隋芬河、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的高速铁路 连接黑龙江及蒙东地区 这条铁路目前还剩齐齐哈尔至满洲里段没开工 京兰通道是途经北京、呼和浩特、银川、兰州的高速铁路 连接华北、西北地区 这条铁路目前再建部分只剩包头制会垄断 而这部分铁路的桥梁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内蒙古段也已经开始铺设铁轨 并且计划在12月贯通唯一的隧道 2025年全面建成通车 下鱼通道是途经厦门、龙岩、赣州、长沙、长德、 张家界、乾江、重庆的高速铁路 其中厦门至赣州段利用龙下铁路、赣龙铁路 长德至乾江段利用乾张长铁路 目前重庆至乾江段正在建设中 预计建成时间在2025年 长沙市赣州段的是长干高铁 全线长约429.4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2022年11月21号 长干高铁湖南段江西段开工建设 长沙市赣州铁路平香段2024年7月份开工 预计会在2029年的3月份完工 兰广通道是途经兰州、西宁、成都、重庆、贵阳、广州的高速铁路 连接西北、西南、华南地区 贯通、兰西、成渝、乾中、珠三角等城市群 该铁路目前剩余未开通的区段都在建设中 包海通道途经的城市包括包头、延安、西安、重庆、贵阳、南宁、湛江、海口与三样 其中还包括银川至西安以及海南环岛高速铁路 连接西北、西南、华南地区 这条铁路未开工与正在建设的线路比较多 比如延安至渝林段预计会在2028年建设完成 西安至延安段预计明年完工 西安至安康段建设完成的时间是2026年 2028年计划完成的是西康至重庆段 还未开工建设的线路则是核站高铁、湛海高铁 与包头至厄尔多斯至渝林段的高铁 2018年7月推动长江经济带沿江高铁通道建设实施方案 确定沿江高铁通道由成都、重庆、万州、宜昌、京门、武汉、河肥、南京、上海高铁构成 就是现在的沪于荣高铁 全线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部 其中武汉至宜昌段、重庆至成都段、上海至河肥段、河肥至武汉段都在建设中 只有宜昌至福林至长寿段还未开工 湖南高速铁路自呼和浩特东站至南宁东站 全长约2300公里 设计最高时速350千米 运营时速为300千米 2022年襄阳至京门段开工 目前已实现全线贯通 即将开始铺轨 计划后年建成 去年年底邵阳至永州段才开始建设 预计建成时间在2027年 仅升一楼高铁与宜昌高铁还未开始建设 金昆高铁是一条连接北京市与昆明市的高速铁路 这条铁路有很多路段是与其他的高铁线路共通 还未通车的路段也都在紧密的建设中 金港通道是一条连接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 贯通津津津济、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珠三角等城市群的铁路 其中这条铁路中的金雄商高铁与昌久高铁正在建设中 其余路线都已开通运营 沿海通道目前正在建设中 金维高速铁路全长348公里 设计标准为每小时350公里 江苏省南通市至浙江省宁波市的高速铁路 新建线路长301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广站高速铁路全长约125公里 深江铁路全长116公里 其自深圳西立站、向西、京、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 接入江门至湛江铁路江门站 核站高速铁路长度约141.66千米 设计时速350千米